拉里·威廉斯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将账户资金从1万美元经营到110万美元 他在期货和股票市场摸爬滚打了近60年,是定量分析的实战牌 这本《择时与选股》所总结出来的策略是拉里·威廉斯从美国股市200年的历史当中研究所得到的 虽然这些规律产生的原因并不清楚,但这并不妨碍这些规律在发现之后不断得到市场的检验 并且成为了了解他们的投资者的有利工具,用来在市场上获得稳定收益 那这个视频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拉里·威廉斯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宝藏工具都是什么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小伙伴们,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用动画的形式分享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 会聊一些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也会介绍投资理财的常识和简单易行的启动方案和坚持的技巧 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小伙伴都能做自己的投资经理 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点击订阅小铃铛 关注我的频道 拉里·威廉斯分享了他分析美国股市200年所得出的 可以直接使用的则是工具 而对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拉里从投资目的,如何增加回报,经济周期,群体情绪等方面 告诉了我们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标的进行盈利 当然了,对于每一位以交易为胜的专业人士来说 其交易体系必不可缺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如何控制风险和如何进行资金管理 对此,拉里·威廉斯依然是毫无保留地分享了 他的控制风险的三种方法和资金管理的原则 通过对过去100年的股市数据进行分析 拉里·威廉斯告诉我们 股市绝佳的买点出在尾数为2或者3的年份 比如1912年、1923年、1932年、1942年 1952年、1962年、1973年、1982年和1992年 而在以10年为继的长期投资当中 尾数为5的年份里 股指上涨的总幅度以254%高居第一 远远超过第二名尾数为8的年份 164%的涨幅 惊人的十月效应 通过对数据回溯 拉里·威廉斯发现大部分重大的股市买点 都会出现在10月份 这些上涨一般会延续到次年的4到5月份左右 之后市场可能会震荡、走平或者下低 这种极其特别的结构 年复一年的出现着 就其原因太过复杂 而且未免会有先射箭、后画把之嫌 所以还是聚焦于这一效应的实用性 这是投资者真正可以用于择实的一种确切的工具 如何判断股市的底部 拉里·威廉斯分享了几个他使用的非常有价值的指标 来预测重大市场的底部 第一个 当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股利率上升到前期市场高点的两倍时 股票就显露出了显著的投资价值 假设市场高点的道指现金股利率为3% 将其乘以2之后就是6%的股息率 投资人应该根据这个水平来寻找市场价值的底部 也就是说 3%以下的股利率会促使市场见底 而6%以上的股利率会使市场见底 毕竟如此高的股利率必定会吸引长期投资者入场 第二个指标 判断美联储的动向 拉里·威廉斯说多年以来 美联储通过测量标普500的功率价值来判断股价的高低 帮助其评价回避政策 当这个指标高于20的时候 股价会处于高估的状态 随后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下跌 当这个指标在-10以下时 代表股价到达了长期买进的区间 第三个指标 共同基金的现金额度 镇金白银是股市上涨的源泉 是所有股市上涨的唯一刺激和最重要的燃料 而在各种燃料来源当中 共同基金可以说是最大的金主了 因此共同基金所持有的现金是很有价值的指标 共同基金拥有巨额的现金时 表示他们有钱购买股票 可以为上涨提供充足的燃料 而当共同基金持有的现金量很低的时候 情况正好相反 说明邮箱空了 股价很难再次上涨 同样的道理 一般投资者通过融资进行加仓 购买股票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融资余额的快速增加是股市上涨的预兆 而当融资余额比前一年增加大约40%时 这种资金来源大约就会用完了 这种指标并不能够精确地标定市场的高点 它只是表示盛会即将结束 最后一支无曲已经开始了 大多数市场底部在融资余额年度变化比率降到20%以上的时候出现 也就是说大多数投资者不再借钱买股票了 这就是绝佳的进场信号 那应该买什么呢 拉里维莲斯说 几乎所有的股市投资策略都可以归为两种 第一种似乎最受欢迎 这种策略包括购买热门股 流行股 新闻媒体传播的股票 第二种就是避开热门股 拉里维莲斯会在持续一贯的股票上下注 长期看来股票的价值最终会体现在股价上 而长期由大段美好的时光和大段糟糕的时光所构成 这个表是1990年到2001年当中 25支业绩最好的成长型基金的表现 其间收益率最好的基金涨幅高达567% 而只有9档业绩略胜买进和持有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策略 看到这儿其实不免有些泄气哈 走股难道就是买指数基金吗 当然不是 对于如何增加投资回报 拉里维莲斯有自己的目标 找出能够持续赚钱的方法 然后持续地使用这种方法 这种投资会有两个方面 一是找到那些明显会跑赢大盘指数的股票 持有上涨获得回报 二是识别出最适合这种股票最可能上涨的时机 股票上涨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公司的知名度提高 这成为备受关注和炒作的素材 也是可能上涨的原因 二就是因为公司在赚钱 而区分这两种原因的重要方式 就是看盈利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拉里维莲斯一般会选择第二种股票进行投资 而最好的买进时机就是价格下降 盈利上升 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通常标志的最有利的买进时机 盈利并不是拉里维莲斯唯一关注的指标 但确实是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还有两个选择好股票的重要因素 公司负债和内部人士购买 远离高负债公司 购买无负债或者低负债公司 当时机不好的时候 这些公司所受到的冲击 不会像债台高注的公司那么严重 对于内部人士购买 股市的一个现实就是 内部人士在正确的时候 卖出或者买进公司股票的记录非常好 毕竟有谁会比公司内部人士更清楚 公司的股票究竟是被市场高估了 还是低估了呢 不管以何种方式 因为什么原因 内部人士在大跌之前都会退出股市 在某一特定的时机 越多内部人士交易 就越提供了更加强大的信息 当确定了买什么和应该什么时候买之后 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控制风险 拉里威廉斯说 影响风险只有三个因素 第一 投资标的的质地 第二 买入标的的时间 第三 投资的金额 投资标的的质地 可以通过基本面分析来确定 投资标的的质量越低 那风险就会越大 投资时机和投资标的质量一样重要 同样质地的股票 投资时机带来的回报差异巨大 投资金额决定你的潜在风险 如果你只买了一股微软的股票 即使在高点买进 你也不会太多担心 能够承受股价下跌的痛苦 但如果你投入的是你的全部积蓄 你的感受就将完全不同了 关于投资标的的质地 分析人士通常用七种指标 来衡量股票的基本面和未来的潜在收益 1. 适应率 目前的股价处于当前的美股收益 高适应率表示价格后续上涨困难 2. 市净率 美股股价处于美股的净资产 这个指标越低 表明投资者买进的价格 接近公司的资产清算价格 股票的未来前景就会越被看好 3. 股价与现金流比率 美股的股价处于美股的现金流 关注这个指标的分析师指出 收益可能会被操控 但掩饰现金流就会很困难 这个比率越低 股票在未来市场的表现就会越好 4. 市销率 股价与年销售额之比 这个指标过高通常是下跌的信号 5. 股息率 投资者直接持有股票可以得到多少股息 理论上高股息率的股票很有价值 因为仅仅公司派发股息这件事情 就表明公司在赚钱 并且给予了投资者股价上涨的潜力 和分红回报两种好处 6.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出于股东权益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 7. 相对强弱指标 一只股票的价格与其他股票相比 是强还是弱 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这个指标认为过去一直上涨的股票 有较高的相对强弱指标 这些股票一般将会持续上涨 关于资金管理 拉里·维莲斯说 在使用资金管理方法之前 自己只是一个二流的投机者 偶尔赚点钱或者赔点钱 但从来没有赚大钱 更没有积累起财富 而资金管理可以把2000元的小钱 变成超过10万美元 把10万美元变成100万美元 拉里经常使用的资金管理方式 就是著名的凯利公式 每次交易投入的资金比率 用F来表示 F等于R加1乘以P减1除以R 其中P代表交易获胜的概率 R代表获利与亏损的比率 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获胜概率为65% 获利金额是亏损金额的1.3倍 即P等于0.65 R等于1.3 代入到凯利公式里 F就等于1.3加1乘以0.65减1除以1.3 等于38% 也就是说这笔交易当中 你能够投入的资金 占你账户总资金的比率是38% 拉里用凯利公式 创造出了惊人的交易业绩 他的账户从第一年的1万美金 增加到了210万美金 但后来深陷漩涡 急速下降到只有70万美金 拉里在对原来的资金管理方式 进行了彻底发行分析后 发现造成如此巨浮回撤的主要原因 是没有对最大亏损金额进行限制 于是对资金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账户余额乘以风险比率的值 除以最大亏损金额等交易股数 拉里会在交易之前 首先确定任何一笔交易当中 希望投入多少钱去冒险 而每笔交易确定 可以允许的最大亏损额度 在对资金管理公式进行了调整之后 拉里的账户又回到了正轨 继续开始稳步攀升 拉里·威廉斯在《择时与选股》这本书中 就交易的核心问题 买什么 什么时候买和如何进行资金管理 提供了自己的研究 和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完整的理念 全书近250页 对于对择时与选股有疑惑的朋友们 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时间的框架 是很好的实战参考书 三颗星的推荐等级 适合想要成为自己的 投资经理的每一个你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呀